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弥陀的救度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根基相应的话 你听到就非常的欢喜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法师们 包括一些年友们 都有这种感受 我仍然记得我当初拜读 《善导大师》这些书 《善导大师》这些书 里边一文一句都非常的感动 就觉得每一句都讲的是我 所以自然的都会映入到心里边去 那这里我就说几个事情 一者是击者必求食 二是可者必求权 三是贤者必求安 四是难者必求义 五是无者苦者必求乐 六是死者必求生 就说弥陀的救度它是很自然的 什么叫做击者必求食呢 饥饿的人 他一定会自然的寻求饮食 倒不需要你把满盘真修端在面前 还劝他说 像现在的小孩子 哎呀那劝他吃了他都不吃 因为他不饿 他不饥饿 所以这个法的渴求是要饥 要有饥这样的 什么叫做饥啊 到了这个时候了 这饥啊 我们佛教讲饥 鸡它其实是一个机关 往往我们讲机关 这个机关一扣动 它又发动了一意 就它刚好到这个点一扣 稍微一碰 马上就发动了 有的你怎么说半天 他还跟你 就弥陀救度怎么说 有那么容易吗 哪有那回事 自己不信也障碍他人 那这样就不是这个鸡 就他不饿 你再跟他讲食品 他就不愿意吃 得了厌食症 不愿意吃的 如果真是感受到饥饿了 自己都会去找 闻到饮食的香味 马上就会跟着过来 比如同样一本书 那如果我们了解自己是一个 罪恶甚至凡夫 溺水之人 是一个饥饿将死的人 那一听到这本书讲的道理的话 马上就循着这个香就要来找食品了 他不会 他就感觉这里边有得救之道 他不会说 这怎么会这么讲 这个就从理论 从他自己的知识 因为他内心不能接受 他就否定排挙 这就是机缘没有道 渴者必求全 这个很渴的人 他一定会寻求甘美的泉水来喝 但这样遇到迷途的救度 他自然就会很相应 感到自己是必然堕落的人 在生死的轮回当中很危险 一定堕落的人 他一定要求一个安慰 安全 所以贤者必求安 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危险的人 孩子呢悠悠乎乎的 其实都是很危险 因为一气不来 只堕三图 但是他没有这个自觉性 所以他也不知道 现在就要求安全 在那里今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这就是机缘没有道 难者必求义 他如果真正感受到 是修行很不容易 断贪嗔痴的烦恼 真正用功了 用了多少年 用了多少时间 觉得这个太难了 而生死的大事就在眼前 他一定要求一个容易的 得以解脱的法门 所以如果难者必求义 苦者必求乐 他真正觉得这个世界很苦恼 生死的大苦 轮回的大苦 身心逼迫 种种的苦恼 所以苦恼的人又佛了 感受到苦恼 感受到苦恼 这个是觉悟真理的前兆 所以苦极易灭道 四地法门 四项真理 人生是苦 他知道是苦了 他就会求一个乐的法门 所以死者必求生 知道自己必死 没有 你看这个医院里面的病人 重病号 危急病人 哪一个不是求生的欲望 很强烈 死者必求生 所以在善导大师的 二合白道玉里边 就有三定死 住一死 去一死 回一死 回退也是死路 所以这叫制止死地而后生 这是一个求生的本能 那有的人你跟他讲很多 讲阿弥陀佛的救度 他都是置若罔闻 甚至呢便捷 甚至呢排挙 甚至呢 还有可能诽谤 那这些都是根基没有到 他就不计不渴 也不觉得危险 也不觉得苦恼 这都是忙忙懂懂的人 就好像 法华经理所讲的五百 有五百子在这个火宅当中 游戏 这个房子都着了 烧得噼里啪啦 这个梁柱都请踏了 里边都蛇虫乱走 踏在里面嬉戏 也不知道危险 所以这个父亲呢 说我这样一个抱他出来 也不行啊 想办法 他们喜欢游戏 就跟他说 外边有路车 洋车 牛车 他就稀里呼啦的 排着队 挤着出来了 那我们的众生就是 在这个三界里边 在那游戏呢 诸佛看了都着急了 还在那里游戏 这一会儿就像我 wichtiger 还是会一直做的 摄迹 我一会儿就像我一样的 这一会儿就像我一样的